上门龙旭第2851章 贵宾 叶晨虽然不懂茶叶 但也能理解林瓦尔对普查之母的那份特殊感情 在他看来 普查之母是林瓦尔的一种精神寄托 而且是跨越300年的精神寄托 所以他也理解 林瓦尔为什么渴望有朝一日能够重现普查之母的味道 于是他便对林瓦尔说道 等二郎山完成交接 以后你可以把这里当作你的培育基地 利用你的经验 看看能不能培育出更好的茶叶品种 林瓦尔点了点头 道 育种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科技育种奴家不是太懂 但人工育种 怕是至少也要十年以上才能有所成效 叶晨宽味道 没事 你要是能培育出来 就算是所有茶叶爱好者的福气 若是培育不出来也不要紧 反正你已经品尝过普查之母的味道 它的味道会一直留在你的记忆里 嗯 林瓦尔微微一笑 公子说得对 说话间 叶晨已经驱车返回了制成集团 在二郎山脚下的生产基地 此时虽然工厂已经下班 但大门处 一位戴着眼镜 丝丝纹纹的中年男性 正紧张又焦急地等候着 他的身边 则站着刚才与叶晨有过交流的那位保安 保安看着中年男性 有些疑惑地问道 王厂长 您在这等谁呢 难道董事长要来视察工作 被称作王厂长的中年男性 名叫王金泉 是这个加工厂的负责人 听到保安的疑问 王金泉摆了摆手 道 我在等两位贵宾 王金泉是卢志诚的心腹大将 志诚集团最重要的两块业务 一个是普洱茶的生产 一个是普洱茶的销售 后者是卢志诚自己在抓 前者 便一直是王金泉在全权负责 前几年 为了让王金泉死心塌地 卢志诚给了他三个点的股份 现在 苏氏集团有意全资收购志诚集团 除了卢志诚能够套现之外 其他的股权所有者也能够趁着这个机会 一并套现 所以 卢志诚在电话里 已经告知了王金泉苏氏集团收购的事情 王金泉自然是激动无比 他跟着卢志诚干了这么多年 一直盼着志诚集团上市 那样一来 自己的股份能够找到机会套现 可是志诚集团屡次上市失败 给了王金泉一次又一次的打击 后来这几年 他甚至已经不把这三个点的股份当回事了 毕竟 无法上市 就注定了这股份没什么卵用 只是在工商登记那里挂个名字而已 之所以一直没离开 也是因为卢志诚对他确实不错 虽然股份这个长线收益 没什么希望 但工资 奖金这些中短线收益 还是给的 让王金泉很满意 而今天忽然听说 苏氏集团坐驾七亿 收购志诚集团 王金泉激动的两条腿都站不稳 他那三个点的股份 按照七亿的价格 税前价值2100万 扣掉20%的个人所得税 净收益也有1600多万 双色球一注税后400万算的话 这一次 等于中了四次双色球 对他来说 绝对是一夜暴富了 而王金泉没激动多久 卢志诚就告诉他 苏氏集团派出来的茶叶专家 马上就到 为了避免出岔子 他特地交代王金泉 一定要把苏氏集团的专家 当成祖宗一样供起来 绝不能让他们 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王金泉二话不说 立刻跑到工厂门口等候 为的就是让苏氏集团的专家 能够对自己的服务与态度满意 当叶专把车开到工厂门口的时候 王金泉已经看清了叶专的车牌号 知道这就是两位专家的坐驾 顿时打起十二分精神准备应对 这时候 保安先一步走到路中央 将叶专的车拦了下来 开口道 小伙子 你咋又回来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得先去集团预约 王金泉没想到 保安竟然先上去跟贵宾沟通起来了 而且听这话里的意思 好像两人之前就已经来过这里一次 于是 他立刻上前将保安拉到一边 开口问叶专道 您好 请问您是苏氏集团派来的专家吗 叶专指了指身边的林尾尔 笑着说道 我不是专家 这位女士才是真正的专家 保安一脸疑惑地说道 小伙子 你俩啥时候成专家了 王金泉赶忙说道 老李 你怎么跟贵宾说话呢 人家贵宾是来我们这里指导考察工作的 哪轮的这 你在这指手画脚 赶紧把大门打开 保安心中诧异 但毕竟厂长说话了 于是还是赶紧将大门打开 王金泉连忙又对叶专道 两位 我是咱们厂的厂长王金泉 这里的大小事物 都是由我来负责 二位今天具体先考察一些什么 尽管告诉我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绝不藏私 叶辰点了点头 说道 这样 你先安排个地方 咱们坐下来聊几句 王金泉脱口道 没问题 那就请两位移步我的办公室吧 叶辰问他 王厂长开车了没有 王金泉连忙点头 开了开了 好 叶辰便道 那你在前面带路 好嘞 王金泉黑快 钻进一辆黑色奥迪轿车 带着叶辰来到了工厂的办公楼 随后 他殷勤地将叶辰与林瓦 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随后一边张握泡茶 一边说道 两位今天这么晚过来 主要想了解我们的哪方面情况 叶辰随口问道 我听说你们这个茶叶基地 是以二郎山为主的事吗 没错 王金泉重重地点了点头 解释道 我们这个茶叶基地 本身就是以二郎山为中心建设的 以前这里都是私人承包的茶山 但是由于这些茶农种植和管理不善 这里的茶叶质量和产量都在连年下滑 我们接手以后 才以二郎山的普查母珠作为核心 以它为基础 重新进行了培育 目前茶叶的质量已经有了很大提升 林瓦听到二郎山普查母珠几个关键词 心中顿时激动起来 于是他便开口问道 王厂长 请问一下 你说的二郎山普查母珠是什么意思 王金泉解释道 是这样的两位贵宾 这个二郎山上有一棵历史 已经超过千年的普尔茶树 这方圆几十里地 有不少茶树 据说都是从恩他的身上嫁接过来的 我们接手以后 也做过一定程度的育种工作 当时我们育种的基础 就是这棵千年普尔茶树 林瓦尔心中更是激动 连忙又问 不知道王厂长 能不能带我们去看一看 这一株千年茶树 说不定 他对我们将来的育种方向 也有很大的帮助 王金泉点点头 爽快地说道 既然两位贵宾要看 那随时都可以 说吧 王金泉又道 只是现在外面天色 已经开始有些变暗了 等咱们上山的时候 估计已经天黑了 不知道天黑会不会影响 您对这株茶树的判断 林瓦尔不假思索地说道 不会的 我看看 心里就有数了 我能带我们下来的 小时都可以 握开